成績了三年 從左歌手夏宏仁終於推出新作品 發片記者會向老闆建立老師 戴著金曲將作為他加持外 身兼主持人與嘉賓身分的黃子嬌 更是戴著金鐘戰袍 立體站台 我一直沒跟大家講 這件戰袍非常的珍貴 不是在價錢 然後本土品牌不貴 而是他的左肩膀 有一點葡萄的香味 因為當天佩晨坐在我旁邊 我們一直在聊天 所以他一直都這樣 我一直在聊天 他是葡萄的香水是不是 不要洗 不要洗 我也覺得不要洗 我要穿我一穿了 早知道借龍少華那件 那件好像比較大 好可以穿了 好你脫下來 我也買了 不是因為我昨天已經捐出去了 對對對 不好意思 因為我昨天已經捐給高雄新美姐的義賣 如果你喜歡的話 你就到汗神巨蛋去買 所以今天 不只拿出金鐘得獎的西裝外套 黃子焦展現對蕭虹仁的好交情 直接在現場為他抬轎 其實我沒有很重 他沒有重很重 他沒有重很重 好 不只有貴人陳建林和黃子焦立體 新端集中也找來安西亞對唱情歌 只是一談大漢女生合作的心情 向後人買臉羞澀 我沒想到 新亞是 就是 唱得很好 就是很適合這個歌 她的聲音很適合這個歌 然後也很適合跟我的聲音搭在一起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